三年之痛七年之養成了很多人普遍認同的感情兩大關卡 意思即是在一段長久的感情中 在第三年容易經歷分手的危機 而在第七年就會因為第三者的插足而紋身出軌的念頭 情侶之間走過了充滿激情的第一年 在後兩年的激情或多或少會減去一些 當粉紅泡泡和女鏡消去之後 矛盾和衝突自然就會增多 導致不少情侶都不敵愛情的考驗 在第三年就會佈上分手的結局 但如果仍然是愛著對方 這個時候就會有結婚的最佳時間 而在相愛的第七年 不少情侶都會因為平淡規律的生活而感到罰眉無趣 這個樣子就是在於我們開始抵不住外界的誘惑 搞火不安的心又再次騷動而經歷愛雨的危機 這個也是感情上的轉折點 如果可以成功穩住就會邁向健康的關係發展 可以做到十年之藥修成正果 相反的話就會是兩人勞焰分飛 分度揚鑣 很多情侶在一開始的時候 都會貼定自己和伴侶可以邁向幸福的終點 一定不會令自己在感情中變深 或者努力避免這樣的結局 但當時間一到的時候 事情就會信其自然地在我們眼皮下發生 不安全感、猜疑、質問、疏遠、責備和不滿足之而來 而可以挽回這份感情的機會也越來越渺茫 但在很多時候 感情的問題不一定是對方變深或者不愛你 又或者是第三者的介入 爺自己的要求變高了 欲望也變多了 爺在心理學上的幸福递減定律正正說明了這一點 認識了這個定律之後 或者我們就可以明白到 爲何會有三年之痛、七年之養這個說法 所謂的幸福递減定律 就是指我們在獲得的物品裡 所得到的滿足和愈悅感 會隨著所獲得的物品增多而減少 就好像是 當我們花費自己的薪金去買一個自己夢寐以求的手袋 瞬間我們的幸福感就會倍增 同時都會額外珍惜 當我們有能力再去買第二或者第三個的時候 我們就會感到很滿足 但幸福感也沒有第一個來得那麼激烈 在購買了四、五個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漸漸無感 甚至會想購買另一些更加昂貴更加吸精的手袋 又或者是 當我們很喜歡看書 而當我們獲得的書越來越多 但我們看書的速度就遠遠跟不上 在這個時候就會在我們心裡造成負擔 快樂在這一刻更加當而無存 在這個時候 並不是手袋變了質 也不是書本變了心 而是自己比以往變得更加挑剔 同樣地 當這個定律套用在感情上 亦可以得出相似的結論 每對情侶都會經歷熱戀期 在那個時候 對方只要在節日為我們準備鮮花、禮物 以往的我們都會覺得幸福滿寫 覺得對方很用心去準備 但是現在 只要對方送少了一份禮物 又或者在某一個節日沒辦法去陪伴我們 我們總是會覺得很不開心 埋怨對方為何沒有準備禮物 很不尊重屬於彼此的珍貴時光 幸福之所以打了折扣 並不是因為幸福真的減少了 而是我們心中對另一半的期望值增高 總是希望對方可以更多地滿足我們 配合我們 滿意度高了 要求漸也會變高 當我們處於一個比較差的環境之下 小小的虛寒紋戀已經足夠我們感動不宜 但當我們所處的環境漸漸優化之後 我們的慾望就會變得更加強 希望對方再可以為我們做些事 而當現實有為我們的理想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得消極不宜 認為對方已經變了心 繼而對這段感情失去了安全感 幸福遞減定律告訴我們 我們在戀愛的過程中 很容易失去對幸福的感知能力 隨著對方所給的物質和關懷的豐富 我們對幸福的觸覺也會越來越遲鈍 忘記他懷有本應對所擁有的感激之心 所以有很多情侶在一起幾年之後 會感覺到感情變淡變利 並不代表你們之間不合 又或者不幸福 而你們比自己的幸福感感知降低 對對方有更高的要求 甚至感到不滿而令問題隨之而來 更加是會印證三年之痛七年之養 這一句話 但是三年之痛七年之養 是完全可以避免 正正因為我們擁有了真正的快樂 才會一直想要追求更多 更加會忘記了自己一直生存在幸福裏面 學懂珍惜現有的幸福和快樂 對擁有的一切抱有感激和感恩之心 就是回復我們對幸福的感知能力的最好方法 而並不是以挑剔的態度去審視生活中的一切 是一切為理所當然 如果可以找回自己感受幸福的能力 相信幸福都要離我們不遠 而無論多少的關卡我們都可以突破 一起逐步邁向人生的最終章 是我的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